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教室第二行 从第二句看起 菩萨云和横住岔海 普遍庄严而不实力 菩萨云和横移佛力 谁能知见祝福神殿而不实力 这两句是说的祝福一阵的行门 前面这一句 第七句是说医报 这是岔海 是佛的医报 经上俗舍的佛唱 就是叶尊佛的教化区 经上长讲 大多数祝福 这个教区就是一个三千大千世界 主要指的是一个大千世界 那么乘三千大千世界 是将这个世界的组成 它是由小千 中千 大千 说三千大千世界 其实是一个大千世界 这是一尊佛的教区 但是也有诸佛如来 他的教区有两个以上的大千世界 这个在经上都看过的 那么这种情形呢 完全是祝福过去 在阴地当中所见的语言不同 正是佛不度无缘之人 他这个语言很广啊 他到处受欢迎 那么由此可知 阿弥陀佛的语言最广了 尽虚恐遍华界 一切诸佛的插图啊 都是阿弥陀佛的教区 所以阿弥陀佛不是一个两个大千世界 无量无边诸佛插图啊 都是阿弥陀佛的教区 这个是我们应当啊 要明了的 后面这一句是向佛的震报 阿弥陀佛的教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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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以什么神得度他就信什么神 应当于众生说什么法他就说什么法 所以佛没有一定的神像 也没有定法可说 这叫神变 那么由此可知 你能够关键神变呢 一定要靠佛这个佛力加持 所以佛弟子 佛力加持我们后面会说到 我们后面会说到 他就是肯定的神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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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道里面修学得很如法 这个进步也非常缓慢 就是因为心量太小了 这一切法是从心想生 这是一定的道理 那么佛弟问菩萨怎么样能够在六道里面自在的守在 自在当然就不是业力 我们凡夫在六道里面轮回 受业力的支配 不自在 不想来也都要来 不想去到时候一定要去 你不得自在 佛菩萨承命而来 所以他得自在 众生元成熟了 他就来了 元净了 他就去了 可见不是他自己的意思 不是他想来 也不是他想去 而是他的本意 与一切众生感应道教 众生有感 佛就现身 是这么一个道理 诸无诸道而不设理 这更是金刚经上所说的 应无所助而生其心 永远不舍利 大悲大志 无够的行门 才能够利益一切众生 下面一句 菩萨 云火横受祝福 正方云语 喜能一吃而不舍利 向下 这个两句 这是第十 第十一句 注解的 他有 设法正入行 设福 目的就是要成道 就是要正果 这个两条 就是讲的正果 前面这一句 是讲开悟 后面这是正果 这也是我们学佛 念念不忘而希求的 怎么样才能够得到 恒受祝福正法 云跟雨这两个字都是比喻 就是借受如来正法的滋运 这里说最重要的就是意识不舍利 这个意识就是我们平常说的受持 读诵为人隐书 那这个意识而不舍利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首先你要能记得住 这个读诵就非常重要 或者出发心的人 要天天读经的 现在为什么一般修学的人 不喜欢读经 或者感慨经经念不下去 这个原因是什么 原因是对于这个佛法没有信息 你说他没有信息的 他天天也来听经 偶尔也念几句 那么欢迎一个话说 兴趣不浓 发味没有视为浓 对世间五一六成这个味道很浓很浓 它真的是而不舍利 它真的不舍利 佛法若有若无 时段时序 所以这个功夫不能成就 那么怎么样培养他的兴趣 这个就很重要 我们现在说佛 实在说 不是从小学起 如果从七八岁十几岁学起 那个不一样 现在都是中年以上 因此我们修学的方法 跟年轻人也决然不同 怎么样 怎么样能提起兴趣呢 解就重要了 你为什么不信 我了解不够透彻 认识不够透彻 你的兴趣怎么能生得起来 如果了解深刻 透彻了 那个兴趣自然就生了 那么由此可知 文法了就非常重要 每一天不断地文法 真听进去的人 他的兴趣就生起来 当然不能说是听众 每一个人都听进去 那是不可能的 总有一些人听进去 听明白了 懂得了 渐渐地发生下去 这就是好思 听了之后 还不甚明了 那可以继续往下去听 彼此日常生活当中 去研究讨论 所以是真理 愈必愈愈明 愈多信息 就愈容易明了 信心 这个 欢喜心 佛经上讲的 要欲 随着你的信心 在增长 这就是好事情 那么文法 研究讨论 还是个语言的问题 这也是真是 善道大使所谓的 三辈九品 总在于愈 他是将往生 欺负这个世界 不是在别的 就是 与愈不同 我们对佛皇 有没有信心 能不能生出爱好 也是与愈不同 你的语言属生 你的这个信念 确确实实 能够生得起来 然后才能达到 一尺不忘 你真正恳住 那么年轻 年轻人 是在讲 是人一生之中的 黄金时代 非常宝贵 这个时候 要是遇到善与 无论说什么东西 都能成就 这个年轻时代 就是一般讲的时候 大概是十岁 到这个 二十几岁 这个时候 是黄金时代 要是遇到 真正高明的老师 他知道你 一定是在读诵 不必 深洁其义 最要紧点 是读诵 因为这个时代 这个年龄 记忆力最好 也渐渐懂事 如果有这个善根福德 遇到这个好的善知 善求 来教导你 自己肯一教风行 这个根基就砸得稳固 所以 一词两个字 我们要重视它 末会对于菩萨 云河 横发 智光 葡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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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福俗行处 而不学历 这一句 意思非常明显 发是发气 智光是不如智慧 也就是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事 对我 怎样 能生起高度的智慧 你有高度智慧 你才了解三世祝福所行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祝福的行持 自己之所行 如佛之所行 佛所行处 是我们的好榜样 佛所行处 这一句 无量寿经上 讲得很清楚 也就是说 佛菩萨 教化众生的 那些出所 我们要学习 我们所在的出所 以自己的智慧 都能 正求度佛 菩萨的加持 教化 一方 如佛 所化 这一句 这是一句别墨 摄除 善才 同志 自己 求学的愿望 他到这里求法 就是求的 这些东西 清梁大师 在这个地方的 注解 文字 不多 比经文 少得多 交代 很清楚 就如同 寇畔一样 每一句里的重点 都给我们 点出来了 注解 末后 这一句说 借以上 横子 观想 不离 这是每一句 这个句 隐隐之所在 欧占 谁也 一时一刻 都不舍利 你才看到 人家求法 修行 勇猛 精进 真正是勇猛 精进 那么这些地方 都是我们应当 要学习的 出所 再看下面 第三大段 经文一共六端 第三大段 是称赞 说法 于中 二 这一段里面 又分为两段 先赞 后受 先 称赞 善赞 然后再 受法 给他 二十 妙度 必修 告 善 财 也 善 在 善 财 这两句是 称赞 善 无以能法 摩洛 多罗三秒 提三 三菩提心 这一句是赞他 法新 敬佛 智求 一切 智法 及自觉法 这一句是赞他 所提出来的问题 总问十二句 别问十一句 我们看清凉大师的诸解 诸解也不长 心赞 法新 神 这就是 如以能法 过 六 多罗三 妙三 菩提心 这个 法新 殊胜 稀有 难得 我们不要在这个经文上 每一段都看到好几句 看多了 看多了就变成 盲目不仁了 不把他当作一回事 这是我们的故事 我们这个学佛不能成就 原因就在此 不知道这一句话的重要性 法新非常非常的稀有 这个先一花 诸位要知道 就是原教 出诸菩萨 我们同学当中 我想受了菩萨界的人 不少 菩萨界受了 菩提心 没法 所以你这个菩萨 名字菩萨 又名不识 那真正发了菩提心 别诸位说 菩提心也发了 不但出了三界 超越十八界 菩提心 大觉 菩萨界的差别 就是在菩萨 一念菩 就成佛了 一念梨 就多得凡夫 能不能在这一生当中圆满成佛呢 照理论上来讲的是决定可能 只要你一念不迷就行了 华言经商用上才通子来代表 一生臣服 圆满臣服 这是告诉我们的 从凡夫的一生 可以能修得成功啊 也许诸位在华言经常看到 善财童子善根深厚 佛报很大 不能没有他的善根 没有他的佛报 这一生也能成就吗 能 那凭什么呢 法华经商曾经说 龙女十八岁 成佛 跟这个地方表演的 意思不一样 八岁 这说明他是小孩啊 在我们一般人家 他不同似 也就是说 于过去生中啊 善根福德 不相干 龙女 龙是畜生 不是人 这个就是说明 即使过去生中 没有修集善根福德 这一生呢 遇到善缘 也能成就 所以这个反复成佛 实实在在讲啊 不论过去生中 有没有修集善根 不说这些 关键就在这里 菩提行业法 缺了 菩提是大觉 做不到什么 做不到 事出世间 一切法 不可得 做到六道里面呢 不好玩啊 你在六道里做完 你要付出多大的代价了 得不成实 这是真正学物 真正学物的人 一定是真正放下的 您闻立养 五欲六成 事出事发了 再不把它放在心上 这个身体在世间 如祝佛菩萨一样 自在随远 这叫自在随远 没有一点自己的意思 这是我们真正修行人 要在生活上就锻炼 练什么呢 练这个 心永远是清净 永远是不动 你练这个 你看别人做这个祖难 千万不要这个看不惯了 啊 我就得怎么样啊 你要怎么做啊 你就完了 你就多乐 你就迷了 你冷静的就观察多好呢 那个都妙啊 都有味道啊 凡是没有大 就随他去吧 那共有应远吧 除非有重大的 故事 应当要体现他一下 重大的一些 这个故事是什么 于自于他 有很大的不利 这个要顺序 如果不是这样的观景 你看佛菩萨看到 笑笑不说话了 说菩萨就不说话 我们说话干什么 我们要学佛 不问不说 你看这个佛的一切进入 都是有人问才说 无问自说 太少太少了 不读我 都是人家问才说 人家向你请教 你才说 人家不向我请教 就不说 这个理念 用现代的话来说 这是说话的艺术 厨师待人的艺术 那么换句话说 你一过的就是高度智慧的生活 而你的境界是高度艺术的境界 那怎么会相通呢 所以就发心就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虽然不会发心 不能如京东所说的那样殊胜境界 那你就按四红十运发心就好 四红十运 就是目六多落三秒三菩提心 这就等于说是发心落实了 那么第一个 你要念念了 游度众生的心 这个心不能学历啊 一时一刻都不能学历 简单的讲 真诚的爱护众生 真诚的关怀众生 真诚的去帮助一切众生 他需要帮助的时候 你要能帮助一切众生 都是出于真诚清净 清净是我爱护他 我照顾他 我帮助他 对他绝对没有丝毫的需求 需求他对我好 我将来有好果报 那就错了 那你的心就被污染 你的心就不清净 没有丝毫的 没有丝毫希求 绝对不忘报答 不需求果报 不需求果报 实在说呢 果报还特别熟悉 毕评罗真详纳如来 阿弥陀如来 都是这样的 慈悲 关怀 关怀 爱护 帮助一切众生 他没有 需求果报 你看 华藏世界的庄严 极乐世界的庄严 不需求 他自然 变迁出来 这个真正 这个真正就是所谓的 一报随着 正报转 佛在古无地上如是 我们现前在阴地上 又何常不如是呢 一个道理 我们今天也是这样的 所以 殊胜古报 纵然先前 心还是如如不动 那换句话说 绝对没有一念 享受了个念头 还有一念 佛报献起来 想象福吧 有这个念头 是凡夫 那就不是菩提心 菩提心 绝对没有享福这个意念 只有帮助众生 破离开悟 利佛得罗 这一个念性 没有其他的念头 这才是真正法菩提心 所以一切能够进世 实在干干净净 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这个 妙主理求 对上才 不能不赞叹 赞叹上才 就是赞叹我们发心 在此地 将我们发心 名利我们发心 赞叹我们发心 发心之后 要起行 心法 如何能够满足自己的心灭 那要修行 所以在行门上面 提出了 这么多问题 十二句总问的 十一句别问 提出二十三个问题 这就是 自求一切 制法 即自觉法 这个两句 把上才 二十三个问题 都包括了 我们看 大师在此地的诸解 先赞 法心 神 后赞 问法神 年年都殊胜 二今 皆由 总据 云 佛法 此地 讲的 二今 是讲的 进今 与 唐今 这在中国 华严经 两种本子 这两种本子里面 总据 都讲到 佛法 都有这个字样 佛法 通与 教理 行古 这是细分 就是佛法 有这个四类 有教法 有理法 有行法 有古法 我们现在文字 在这里研究 讨论 讲解 这个教法 你从教里面 不理 从教里面 绝误了 明白这个道理 那就是理法 理明白了之后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怎么去做 换句话 落实在生活上 那就叫行法 行是做 真正 真正指导 我们修正 思想 行为 我们现在的 思想 错误 你应该的是 只要有思想 就错误了 那没有思想 没有思想 也错误了 那到底怎么办 一想 也无想 非无想 非无想 全是错了 四句 万非也 那无想 是邪尽的 这都是讲的真话 无想是无名 这个时候 你怎么办 我们的反复 不是落在邪尽 就是落在无名 所以这个出头 就很难了 那怎么样 才是正确的呢 确确实实 无想 但是这个境界 清清楚楚 明明得的 这就对了 经上所讲 极极心心 心心 极极 这是佛菩萨的境界 心情是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不落在无名 但是心底干干净净 一个念头不深 不落在邪尽 两边都不住 这个叫定会等持 这就对了 所以佛法 最关键的 是在行 离物量 如果不饿时 在行上 那还是不空 空洞的东西 像我们世纪人讲的 玄奘 不弃时机 教理行这三个相应的 就叫做正 正就是果 果法 就正果 教理行 通通相应 教就是离 就是行 行就是离 就是教 一二三三二一 这就正果了 这叫果法 并不是 教理行之外 有个果 那就不对 那就错了 下面说 一切智法了 别名过法 这是经上讲的 经佛智求一切之 这个一切智 就是平常讲的 一切 种智 所以再上说呢 就是前面讲的 摩雷多罗三的三菩提 这句话翻成中国的意思 无上正等正确 就是如来古地上所正的 一切 种智 这叫一切智法了 你要是得一切 种智 就叫成佛了 你得到种智 就叫菩萨 你得一切智 那就叫阿罗汉 这是讲的三种智 佛有智的意思 就是三种智 即自觉方 通理行果 自觉圣智 通辞三菩 人怎么样自觉 理明的自觉 如理修行的自觉 那当然 其辱境界 这就是真果 那不但是自觉 高度的自觉 但无论是正如阿罗汉的果位 菩萨的果位 佛的果位 那是真实的自觉 所以 他这一问 妙珠当然赞叹叹叹 借助 传授他的法 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 给他开始 他又一问了 他又一问了请教 菩萨就给他开始 为他解答 善男子 如能发心 善男子是教着善才 那你能够发心 神心爱药 殷勤不舍 这两句话 很重要 能不能接受善知识的教会 能不能自己修学 有所成就 关键就在这八个字 你发心之后 神心 确定不能怀疑 爱要真正对法 生欢喜 殷勤不是 殷勤是勇蒙津津津 时刻不离 他在前面这二十三问 喜言是出 善才修学的心态 这是妙诸一语到处 善才确确实实 身心爱药 殷勤不舍 到这个地方来请教 请问于果 你到我这里来请教 如当地听 敬畏如说 这两句话是许说 你既然来问的 我跟你说 但是你要地听 你看经中 佛菩萨 开示 之前呢 都是嘱咐 地听 地听就是 专心听 一心听 那天教的时候 不能胡思乱想 下面 正式 给他开始 正受法药 这个经文 很长 这个分三段 第一段是 总标 民体 他给他开始 开始呢 总得有个题目 今天讲个什么题目 第一段就是题目 民体 第二个段落呢 修学的法 第三个段落是 变法功用 第二段就是修学的方法 第三段就是 这个法修学的好处 他的这个功用 功德作用 请看经文 善男子 我度菩萨普遍 俗其勇猛不空 供养不福 成熟众生 这个法门 是妙著菩萨修的 他修的这个法门 上才来参学呢 他将这个法门 介绍给上才 由此可知 这些菩萨们 个个都是 专修专哄 他不会介绍 他自己修学以外的法门 给上才 不会啊 自己所修 自己在这个法门 处得 殊胜功德利益 这才将这个法门 介绍给上才 介绍给来参学的人 那么这个名称 秦梁大师告诉我 经初 初就是三段里面的第一段 总标明体 这一句经文是总标明体 这一句经文是总标明体 苏明是下 苏明是下 千几栋明 他得发的名字 这个名字 在后面 在千级推胜里面 有完全的这个名称 那么 那么词对所说呢 是从用而说 是从他功用上的来讲 下面 这个这个这个 清凉大师 给我们介绍 繁文 原本 意思是 莫得无助 这是反本的原来的意思 旧音无碍 这个旧就是六十华语 六十华语 我们称它做旧音 旧音这个意思 是无碍的意思 说坚持 宗明后 得发重 宗明 是 徒别 俗极 勇猛不空 供养 祝福 成熟众生 无碍 卸脱 那么跟此地这个名称呢 这个地方少了一个无碍 原名上多了一个无碍 这些头 这是先把名称呢 说出来 然后我们再看看这里面的意思 普遍 这是菩提心的 菩提心是正觉之心 大觉之心 这个里面没有分别 没有持住 这心多大呢 这近世空 变化界 这无碍啊 如果 一起分别 就有障碍 一有这个职格 那个障碍就更严重了 所以在中国文字里面 我们常常念到的思想 你看那个思 思是心上面呢 有了界限 有了分别了 分别就有界限了 心上画了好多格子了 画了好多界限了 那是思啊 想呢 心里都着想了 心里都有个想了 思跟想呢 都是希望的 把那个分别拿掉 执着拿掉 想是执着 思就是分别 你看 分别执着拿掉 那个田子拿掉 像拿掉 剩下的就是真心 这很有味道 那你有思有想 忘心 那不是真心啊 忘心呢 就不普遍 真心才普遍 真心就是菩提心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去练 练什么呢 练什么都不思 什么都不想 练真心 这个真的做心的功夫啊 虽然什么样都不思 什么都不想啊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不是样样不知道 样样不知道 那就变成无名了 样样清楚 样样明了 不乐在思想里头 这个高明 确确实实 没有思 没有想 佛如实 菩萨也如实 你看一些众生 像这个佛菩萨请教 提出问题来 佛菩萨就随便 就答复了 就给你讲解了 他有没有思用想 没有 不是说 我想想才怎么答复你 那个答复不是真知晦 不通过思想的大复 真知晦 这不通过思想能大复吗 能 那就如同这个大庆一样 大扣则大明 小扣则小明 不扣就不明啊 我们敲他一下 他是不是想一想 我要不要声音扎一点 小一点 他没有想啊 他也没有识 这个道理啊 很深 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 就这样的训练 这就叫修行 我们常常遇到人似乎 都会想一想的错误 从今之后呢 不再想他了 这就把这个错误修正过来 你不想你心是亲近的 亲近心身智慧 所以人家一问 你一看 一听你就了解就明白 人家一问的时候 你就能够解答 凭什么呢 智慧 信心亲近 这身实现 比那个想一想再解答 高明太多了 因为你的思想 是从意识里头来的 你不用思想 是真心 那是自信里面的 薄弱智慧 那怎么会一样呢 普遍 俗极 快速啊 那么换一句话说 这个法门不是建修啊 远顿大法 远顿大法 那英文是说他的像 那修指 自行化他 都是认真 努力在做 绝不应寻 绝不懈怠 那认真在干了 不空 不空这四项上真多 样样认真 样样都负责任 这一切方向 不是叫你什么都不干 一切方向 是样样都干 样样都认真努力 这个样样 就是在我们本分上 我们在这个世界 自己是什么样的身份 什么样的地位 从事哪一种行业 你把你自己本分的事情 做得云云云满满就行了 那空老夫子说的话 没错 不在其位 不谋其认 不是我的事情 我不需要去干涉 干涉 我自己分内的事情 我一定要做好 人人都把自己本分的事情做好了 这个社会是一切众生 共同一存的一个暴徒 人人将本分的事情做好 这个社会是健康的 是美满的 是美满的 只要做好自己的事情 不要干涉别人的事情 干涉别人的事情 自己的事情一定没做好 这个各位 冷静去看看 现前社会 你就会看到 所以的不空 下面落实在四世上 哪些事情呢 供养祝福 成熟众生 供养祝福 是求法的 成熟众生 是化祂的 自行化祂 在这个里面呢 他欺辱 他得到了 得到什么呢 无诸邪托 我们这个今后 无爱邪托 无诸无爱 一丝子相同 无诸是一切不执着 金刚经上讲的 应无所诸 二生其行 跟这个意思 也相同 无爱 就是华言讲的 离世无爱 四世无爱 他得 大自在 第二个十 宁体的大义 我们再看第二个小段 修习得法 常以色能 若心若痴 修 习思维 这四个字 就都是三个意思 修 习思维 或入或出 随身观察 届时 获得 智慧光明 您 普照 作法 究竟不爱 这一段 我们看 新阳大司的 开始 他的注写 首先 表示出 这段经文 所讲的是 修习的法 讲这个 三庄四庆 有四位 四位 前面只说了 行止 我们看到 这行止 就知道 行住 作物 这不叫 四位 你走着也好 站着也好 坐着也好 躺着也好 总而言之 不利着过 这才叫 恒不实力 不修 这个方法 不学习 这个方法 习是 把他做到 修试上 依照这个法门 修正 错目 但是 与这个法门 不相应的 这错目 一定要 把它修正过来 思维 思维在此地 就是 觉悟 就是 明了 那么的 有思维 顺法 思修 功能 功能 获得 这个意思 就是 告诉我们 他们修行 总在 生活 形式当中 既如正德 不二法 这个 这个 获得 就是 真的 正德 什么呢 正德 无碍 您 仆道 照顾法 究竟 无碍 无碍 你 是无碍 事 是无碍 这个地方 我们要求 我们 如何 能够在 行驻 作恶当中 随顺 观照 主要知道 观 就是 不用思想 才叫做观 中文里面 叫观照 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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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用思想 越思 越想 越想 就不是观 那叫什么呢 我们现在人叫 研究 所以佛门 不用研究 因为研究 是用思想 佛门用什么呢 参究 参究 就是观照 不用思想 不用思想 叫惨 用思想 叫研究 你们研究 研究 研究是落在意识里 永远研究不出来 那是佛法 以研究 不得的 可是开头 初学 初学 不研究 不行 为什么呢 我们用这个思想 用成习惯 无时戒业了 就用它 现在要不用它 没有依靠了 那什么变成 什么都不懂了 还是要用研究 用研究来入门 逐渐逐渐 把研究 死掉 这才是一条阵律 换句话说 开头 你下手的时候 你用九分研究 一分观照 这才如何 一分观照里头都没有 那就错了 那就全错了 这是讲 现在一般社会的人 不会用功 用的时间长 用的略多 反而没有成效 原因在哪里 研究里头 一分观照都没有 这样不要说 十年八年不能成就 一千年一万年 也不能成就 这都是思识 你懂得这个方法呢 我开头不得已 我是要用研究 里面要有一分观照 各界提升呢 八分研究 两分观照 再提升到 五分研究 有五分观照 你的功夫就相当得了 如果能够有一二分研究 七八分观照 可以说 你的功夫相当得了 那把研究全写掉了 全是观照了 那我相信 你很快呀 就能够照住 照住就是得定 要在我们 净土中的术语来说 观照就是 相当于功夫成片 照顾 照顾相当于 四一心不乱 照见呢 等于礼一心不乱 净宗将念佛功夫 这三个等级 禅宗里面将功夫 也是三个等级 观照 照顾 照进 你看新经 照进 五云皆空 上乘功夫 这三个等级 禁宗 和禅宗 说的名词不一样 实际上境界是相同 我们那个功夫成片 就是他们观照的结界 所以你要会用功 因为埋头苦心在那里 自舍 不行 想不出来的 佛的意思 你怎么能想得出来 你要想得出来 那不是佛菩萨的意思 佛菩萨是悟出来的 所以我们出书讲经 是相当艰苦 自己没有开悟 不能不用研究 可是研究到不通的时候 就不要再研究 为什么呢 再研究还是不通 那怎么办呢 放下研究 让心清静下来 什么都不要想 这个时候呢 拜佛 一心称明拜佛 拜个年 拜三 拜 后然就通了 意思就来了 这常有点 在讲台上讲经 每一个在讲台上 讲经的这些法师 大等 于是也不例外 讲经之行 要不要预备呢 要充分预备 你想地先老法师 讲经 他都先写讲义 就是有点别 在台湾 大家都能够 很容易找到的 地先法师 缘究经 讲义 那是他玩家 讲缘究经的时候 预备的 写的讲义 另外 还有一本 缘究经 清文记 那是下面听经人 写的笔记 一面听 一面记下来 哪些人记得呢 徐渭 江伟农 这几些大局司 听他老人家讲经的时候 写的笔记 好几个人写的 写了之后 通通交给江伟农 江伟农就是整理 写成了书 每一次整理出来 写出来 每一座整理出来 送给老婆上看 老婆上看了一看 好啊 这是我讲的吗 他自己都感觉到意外 那是什么 就在讲台上 在经文上 临时的误入 误触 不是自己预备的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 我们在初学的时候 当然离不开研究 但是一定要有 观照功夫在里头 如果说是 因为研究没有观照 那像这些 感应呢 就没有了 所以预备是预备 上了讲台 是不是照自己预备东西讲 不一定的 有些预备是很用够 上讲台一句也没有上 这个常常有的 到以后你讲熟了 熟能生巧 这是一个方法 你在日常生活当中 这个心情呢 与教理相应了 这就叫功夫 齐心动力 与言语造族 跟经教理论 境界都能够齐如 这个时候讲经 就像清凉大师 这个住宿一样 你看他老人家所住的 轻描淡写 点点而已啊 还需要用作详细的讲义 不需要了 那么经文展现在面前 你的讲解可长可短 可清可深 你就得自在了 这个道理在哪里呢 用观照不用思想 就是 可是观照是功夫啊 功夫是相应的 不相应不行的 那么在此地就是顺法思修 顺修也叫思维修 就是相应的意思 你才能够获得 获得无碍 无碍 在此地有个简单的解释 一无碍这六有二一 一 智慧于尽无碍 我们常常讲 智尽无碍 那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啊 作用无碍 我们先看这个 由正无碍 蒸发结果 顾念光明之会 这是解释 前面 届时获得光明之会 这个届时获得光明之会 这也就是我们一般俗称的开悟了 那即时获得开悟 就这个意思 这个开悟是真的不是假的 为什么说真的不是假的呢 因为他真的无碍 真发结果 这个真发结也真发结 这个境界 这个境界 就如同宗文常说的 万发归疑 这个疑就是一阵法界 疑就是一心不乱 我在讲 我在讲静宗今天的时候 跟诸位说过 华言经上讲的一阵法界 是境界 从境界上说的 就是所证上所说的 你所证的 是一阵法界 一阵法界 就是无障碍的法界 清梁大俗说了四章 理无碍 似无碍 理似无碍 似似无碍 这是说明了 一阵法界的象征 是所证的 能证的是什么呢 一心不乱 所以 静宗静丁跟华言 的的确确 谁也不紧 一心是能证的 一证是所证 能所报 能所是一 不是二 那你就 真正的 获得 智慧光明 这个智慧光明 就是一阵法界 仆道 诸法 究竟无碍的 那 就是一阵法界 第二份意思 神通 神通 作用 神通 这两个词 它的意思 我们也要搞清楚 不是现在所谓的特异功能 那个不算是神通 佛经里面讲的六种神通 它是讲作用 通 是通达 就是无章外的意思 神 不是我们凡夫能想象得到的 那也就是所谓是超乎凡人常识之外 它那个能力智慧超越我们想象之外 神习目测 是这辈子 它的智慧能力也太大 这个就神通的两个字别解释了 神通就是作用 作用就是神通 作用无障碍 由内珍故 不碍于尽 这个内心 与教 与愿意 与行 相应 所以对于境界 就没有障碍 我们在今天 特别是初学 以淫持戒律 今天妙顾佛萨在此地所显示的这些 教给善才的这些 这些世事无碍的境界 令人羡慕 他幕后 告诉善才同志 他这个所得 从哪里来的 从持戒来的 那么这些祖佛菩萨 达到一阵八戒了 四四无碍 试问 四四无碍 他有没有戒律 有 他是不是持戒 无所谓持戒 所以无所谓持戒 持戒还是很严 就是讲自自然然 后规矩 不是要学的 不是勉强制作的 自然后规矩 真正是如孔老夫子所谓的 随心所欲而不欲之 随心所欲 他样样后后规矩 样样后后规矩 这个就妙啊 这才是真正讲的 四四无碍了 共佛化身 不空所作 你看每天 像这个西方极乐世界的人 带着香花共平啊 每天到西方世界去拜佛 到那个地方向佛顶礼三拜 又饶三丈 他一跌不缺 他样样都做到 在那里闻法 当入佛教化众生 上宗度佛下化众生 不空所作 他不是什么都不做 他在他自己本分的这个位置上 他做得圆圆满满 他这个圆满 就是形式的神通 为什么呢 对一些佛菩萨们呢 视线在六道里头啊 男女老少过行过夜 他并不是都现在出家了 应以什么身得度 他就现什么身 看这个众生的更新 应当给他说什么话 他就说什么话 没有一定的神像 也没有一定的法可说 这才叫不当爱 这才叫无说而说 说而无说 这就是神通作用不美 那么这一句里面 也就是这一小段里面 修习德华 里面八个字最要紧 在一切时一切处 修习思维 随顺观察 这八个字是关键的 一切时一切处 要懂得修正 我们自己的过失 要在生活当中去实习 常常思维 我们今天修净土 思维什么呢 思维西方极乐世界 一阵庄严 这就是一佛念佛了 随顺横顺动身 观察是智慧性 横顺动身里面 深吸智慧 所以这八个字 是修习德华的关键 这个地方讲的 都是原则 都是原理 适用在一起 我们念佛适用 餐餐也是用 吃肉也是用 任何法门都适用 那至于这个世界法 冲一吃饭都适用 厨师带人 借无应酬 也都是用 抓着这个纲铃 你就由下手之处了 好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此备 好 先走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